胡冰兴取向成迷 之前他和陈幻熙的老爸陈泽民的绯闻就曾穿得沸沸扬扬 外界多次拍到陈泽民和胡冰的关系亲密 两个人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内甚至形影不离 后来随着两人一起喝下午茶的照片被爆出 很快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很多人都惊呼原来胡冰是同性恋 甚至还有传闻表示胡冰是被陈泽民保养了 陈泽民当年是香港有名的商人 和英皇娱乐的老板杨超成还有成龙都是好友 不管是财富上还是资源人脉上 陈泽民都能够提供给胡冰最好的帮助 而且有人发现胡冰自从和陈泽民走近之后 他的生活质量也是提高了不少 经常出行都是好车接送的 另外陈幻熙也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谈验 当年自己的母亲选择和陈泽民离婚 就是受不了陈泽民是同性恋 可见陈泽民是真的喜欢男的 所以说就算胡冰之前不是同性恋 那天天和陈泽民在一起起步日 就是不清不白了 不过胡冰对此是言辞否认 他暂听解体地表示自己不是同性恋 关于网传他被负账包养的消息 但他也称自己收入那么高 谁能包养起他 说实话他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毕竟在此之前他也是有过女朋友的 竞取向应该是没有问题 不过对此有不少网友却表示 胡冰很有可能是男女同事 早年胡冰拍过一套写真 拍照的姿势是十分的风骚 穿黑丝露大腿 表情销魂 放在现在来说就是十足的辣眼睛 话说能够同意拍这样的照片 真的很难让人不去怀疑 他是真的兴趣向有问题 除此之外 之前王一博宣传有匪的时候 曾到胡冰家里参观过 当镜头扫过胡冰的卫生间时 洗漱台上的瓶瓶罐罐 简直比女生还多 甚至比一些女生还要精致很多 难怪网友都说这不是粮泡是什么 很多网友表示 之前胡冰和刘嘉玲当众拥吻 刘成伟都没有生气的原因 就是不难解释了 胡冰都是喜欢男的 而刘嘉玲顶多也是闺蜜关系 不过还是有很多网友觉得 不应长得又帅身材又好 不可能和男的谈恋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吧